坐过牢的朋友都知道 监狱的犯人也被分做三六九等 在外面有黑帮背景的能找到自己在狱中的组织 这种囚犯属于上等 死刑犯因为够狠够猛被众多帮派争相轰抢 这种属于中等 最没有地位的便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人 他们来到此地首先得挨上一顿暴走 接着沦为众人欺负的对象 直到有帮派将其接纳 而我们今天要讲电影的主角就是最后一主 他叫阿杰 是一名公司高层 前段时间因收受贿赂被判三年刑期 入狱前经历了与母亲女友的伤心别离 老人哭到激动处甚至心脏并发摔在地上 所谓母爱如水润无无声 试问天下哪一位母亲又能抵得住这种打击呢 与阿杰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一旁的育友达叔 此人屡次犯罪常常进出监狱 来到这里仿佛只是每年春节回老家一般熟络 经过难以忍受的某项特殊检查 新犯人们来到监狱广场 然后有帮派的任帮派没背景的便挨走 达叔第一时间将阿杰拉到身边 谎称此人是自己兄弟将其带到自家帮派 谁知话是人九叔一眼看出达叔在撒谎 随即询问阿杰一个问题 这边还有没有卖白粉 阿杰的回答显然是错的 因为绅士标出来混从来不碰面粉声音 落下的他被带到厕所 迎来的自然是一顿痛点 达叔看不过眼上前打起了圆场 然而帮规就是帮规 敢假扮社团之人就得接受应有的惩罚 九叔一挥手示意小弟加强力度 本就心境跌落谷底的阿杰现在又莫名挨揍 一路之下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没拳打我 人家 阿杰的话彻底激怒九叔 等待他的将会是长达一小时的拳脚按摩 来玩奏的他甚至连简单的起身都做不到 第二天吃饭时间 达叔来到阿杰身后不停道歉 原来今天是御长领解的日子 后者在犯人中一眼瞧到了满脸欲青的阿杰 随即将其叫到办公室询问受伤原因 阿杰回忆起达叔刚才的嘱咐 只是说自己走路不小心摔成了这般模样 御长深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知道监狱潜规则的他为不引发不必要的动乱 也不想让阿杰为难就不再多了 画面来到操场 九叔已经打听到阿杰没有将他供处 看来这小伙子还挺上当 在达叔请求下索性将其耐入社团安排在达叔底下做事 受过一次教训的阿杰没有拒绝 渐渐接受了监狱特有的行规 而达叔之所以如此袒护阿杰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在车上看到了他们两母子的离别 达叔也是做父亲的人明白父母此刻的心酸 所以暗自下定决心要在狱中照顾好阿杰 几天后迎来首次探监 眼见儿子满脸伤痕阿杰母亲心疼不已 女友则答应会好好照顾伯母且等阿杰出狱再重新来过 话虽如此 但亲人的悲伤却让阿杰非常难受 探监结束来到浴室 一位其他帮派的犯人 因看不惯细皮嫩肉的阿杰做出挑衅之举 本就心情不爽的阿杰随口怒斥回击 犯人见状直接动手两人顺势打坐一团 达叔等人认出找事的家伙乃是鸡根社团的人 赶紧上前拉架阻止冲突扩大 谁知两人火气都很旺盛 情绪上来拾起东西便扔向对方 结果闹事的犯人这一人却意外打伤了刚进来的九叔 化石人受伤使得事件变得严重起来 一小时后犯人在广场集合 九叔和鸡哥等大佬开会处理这次冲突 爱与九叔被鸡哥小弟误伤使得后者李亏在先 加上九叔在这里辈分最大威望最高 鸡哥吃了闷头盔被迫低头道歉 由此看来监狱四大社团当属九叔实力更少 有了此人当后台 看来阿杰在监狱再也不用担心受人欺负 坐过牢的朋友都知道 在狱中想要自杀可谓难比登天 最好的方法便是学这位元凶 采缝刃机的时候偷走绣花针 然后趁狱紧不注意将其全部吞入口中 一般对自己如此狠心的犯人 要么属于被判死刑的重刑犯 要么妻里子散已经没有活到出狱的勇气 而随着下一次探监 我们的主角阿杰也渐渐走到了这一步 这次探监他只见到女友一人 只因母亲心脏病发正在医院治疗 血上加霜的是 女友似乎已经受够独自照顾老人的日子 接受了公司的任务打算出国学习一年 这话就差直接坦白跟阿杰分手了 果然自古美人多薄情 阿杰听后火冒三丈立马起身 阿子 我不想见那个人我要回仓 达叔这边正和自己外面的老大聊天 他入狱便是替对方顶着罪 老大也答应等达叔出狱 就给对方一百万作为补偿 到时候就能一家团聚重新过上好日子 这也是达叔坐牢也能如此开心的原因 晚上时分 狱长给大家带了大批零食饮料 因为今天是半年一次的茶花晚会 众人都能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零食 按照规矩 食物将会交给四大化石人处理 姬哥收到东西没有分给小弟 而是拿着来到九叔面前 上次的事是我的手下不对 这些东西赔给你们 不得不说姬哥虽然长得凶声恶煞 但却十分懂得江湖规矩 九叔见状放下辈分与其握手言和 随即将礼物又分给了姬哥手下 毕竟在监狱本就够苦够累 如果还不团结只顾内讧只会难上加难 自此以后四大社团再次和睦 他们仿佛轻狂好友一般谁有困难就帮上一把 在外劳作一起看美女捉螃蟹 在牢房一有时间便欢歌在物好不快活 宛如亲朋好友一般 然而世人的悲欢并不相同 有人欢喜自然有人发愁 自从上次探监后阿杰变得郁郁寡欢 每天都在担心老母亲的身体 今日外出劳作时间 终于让她盼到了那位日思夜想的至亲 只见老人抱着东西在不远处向着儿子招手 阿杰见状着急地寻求九叔帮忙 看是否有什么办法能与母亲见上一面 九叔让阿杰谎称上厕所 一般这种情况通情达理的老玉警都不会拒绝 果然如九叔所言 老玉警只是让阿杰上厕所的时候 一直摇着树枝证明没逃跑就行 偷偷潜入树林的阿杰与母亲成功会面 一边摇着树枝一边说话 虽然身患重病 但母亲仍不顾自己的身体 熬了几碗鸡汤给儿子补身体 并带了很多食物与钞票让其揣入口袋 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人的这碗鸡汤让阿杰热泪盈眶 即便不为自己为了母亲 他也决定要撑着活到出狱那一天 然而鸡汤可以喝 老人带来的钱和食物却坏了监狱规矩 阿杰故而遭到几天禁闭的惩罚 不曾想数天后出来 阿杰便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 只因女友走后没人照顾对方 就连心脏病发也无人及时报警 御长听闻后特意破例 让阿杰外出送老人最后一程 失去最后一位亲人的阿杰 将一切怪在自己身上 痛定思痛之下决定加入教会 忏悔罪行并给天堂的母亲祈福 而今日刚好就有教徒过来传道 御长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接手教会 一般罪犯对这玩意儿都不感兴趣 只有阿杰两三人跟着牧师一起去到临时教堂 达叔本来也不打算过去 可当看到这次传道居然有一位漂亮修女 他和鸡哥等一众犯人立马有了兴致 来到室内听着圣经 大多数犯人醉翁之意不在酒 纷纷将目光锁定在了女人身上 独引上来的达叔甚至与鸡哥玩了起来 用出了十八般武艺来偷窥女人 修女好心好意来到监狱给犯人传道 谁知这些家伙非但不领情 还各凭本事想要偷窥女人今天穿的什么颜色 几个利用一颗橘子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而达叔也不甘落后 将镜子贴在鞋上随后伸直了一米八的大长腿 然而众人的小心思其实早被修女察觉 后者修奋之情涌上心头 对着一众囚犯发出怒吼并做出不雅之举 你们进行看吧 我为了今天的机会做了一天的功课 修女的发言让上有一丝廉耻的犯人羞愧离场 而有的人则认为修女太过小题大做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些人入了监狱便能改善 而有的人即便到死的那一刻仍不知醒 由于修女穿的颜色被鸡鸽堵中 达叔因而欠了对方一笔债 监狱中的硬通货不是钞票而是滑子 考虑到九叔这里没有多少存货 达叔只能外出购买 趁着劳作的机会 他让兄弟们故意嬉戏打闹替自己掩护 然后偷摸着离开了宫底 接着只要在规定时间回来 便不会被预警发现 重获自由的达叔开心的手舞足蹈 坐上公交来到不远处的小镇购买滑子 途中瞥见几人正在玩牌 独隐上来的他看着墙上钟表 考虑到离收工时间还有几个小时 便裹断上了桌子 结果运气爆棚连营树场 想着时间还有一回便决定再赌上几把 谁知这时一旁的人说道 达叔没能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 导致回到营地之事 劳作已经收工 九叔给老预警说好话也无济于事 据说这段戏是导演 根据达叔本人真实经历改编而来 早期的他演艺生涯一路向上早早成名 但在最辉煌的时候 却不幸染上赌博差点弄得家破人亡 就连昔日同学发歌对他也是怒气不争 好在后来醒悟重新做人 才有了如今我们敬爱的达叔 然而电影里的角色 却没有达叔现实这么好的运气 我们话不多说回到电影 幸得老预警心底善良 又与九叔关系交好 上报说到达叔因为上厕所 误了时间并不是越狱 按照预规只是惩罚关上几天禁闭 挨过这段日子 对于达叔这根老油条来说不算什么 真正担心的是出来后 还得接受社团的惩罚 只因他务功导致其余兄弟 也跟着被罚了几天伙食 按照规矩达叔得接受五十拳拓的帮规 动手者乃是九叔旗下头号打手 他这几记老拳下去 让年近五旬的达叔直呼受不住 阿杰健壮依然上前代替受罚 虽然这样坏了规矩 但九叔却没有阻止 俗话说得好 人一旦倒霉便会连着几次 某天警方派人下来要求达叔合作查案 一开始达叔只负责回答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想着每次被询问都能外出活动一段时间 贪玩的他还显得十分开心 并不断向着玉友吹嘘着自己在外面如何大吃大喝 警方又是如何恭维自己 引得一众犯人羡慕不已 但随着案件越来越清晰 达叔这才发现警方渐渐将矛头对准了自己 很多人都不知道达叔演技最疯神的作品 其实是这一部超级冷门的电视电影 他扮演的囚犯应替老大顶罪入狱 出来后对方答应给一百万作为补偿 这件案子本来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抢劫案 刑期也只有短短两年 谁知在临近出狱的时间却被警方告知情况有变 原来达叔老大在抢劫之前就用配枪杀了很多人 之后才把手枪交给达叔顶罪 如今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已经获知真相 而达叔也因抢劫罪变成了故意杀人罪 两年刑期变成了无期徒刑且不能减刑 如此打击使得达叔陷入绝望 回到牢房 今日有一位同门即将出狱 作为老大的酒叔给了对方一包华子以做功课 同门见状开心地手舞足蹈 并慢慢来到达叔身边开启了玩笑 谁知这一举动彻底点燃了达叔心中的怒 待着同门便是一通暴躁 九叔等人赶紧上前拉架 这时才从痛哭流涕的达叔口中 得知了被判无期徒刑的事 九叔当了达叔数年老大早早将歧视做自己的亲弟弟 看到对方哭得像个孩子不禁一阵触动 九叔等人的安慰依然没法抚平达叔内心的悲痛 很快迎来下次探监 达叔的老大舔着厚脸皮过来看望 他也知道杀人一事已被警方查处 特来威胁达叔不要伸张说出真相 不然就连他的家人也不放过 达叔听后火冒三丈 起身逮着老大便是拳打脚踢 随后发疯般的冲出探望 是不顾御警口哨爬上铁网 口中不停大吼着自己没有犯下命案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 达叔没有听从御警的警告 最终被击毙在了铁网上 数天后九叔给这位小弟弄了一座坟墓 他以为自己会走在对方前面 谁知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很快两年时间过去 阿杰与九叔同时迎来出狱 当天晚上 九叔将床下能用的东西拿了出来 分别有防身用的棍棒和一些滑子 还有零食 作为老大他从来不曾单独吃过这些 只是留着等到特定节日 拿出给小弟们分享 或者送个即将出狱的人 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老大 不如说是慈爱的长辈 为了给老大送行 众小弟在第二天用餐时间 拿出各自的肉给九叔 做了一个豪华蛋糕 就连鸡哥等其他大佬也跟着一起恭喜 然而这等温馨场面 却让新来的狱警感到威严受到挑衅 随即大吼着让众人赶紧坐下不许说话 九叔健壮上前打起了圆场 帮内二号人物拦下了即将发飙的九叔 这时狱长也过来说起了场面话 这才压制住了将要动手的双方 随着狱长的离开 犯人们不约而同唱起了有意之光 用来诠释于九叔的情谊和不舍 之后阿杰与九叔一同走出监狱 午后的老人坐了五十年 劳亲人早已不在 所以没有一人前来接风 而母亲去世的阿杰和他一样孤身一人 谁知门前忽然看到一位熟人 竟是阿杰的前女友开车早早等在门口 原来女人还是不舍于阿杰的胆情 道歉后两位情侣重归于好 这时阿杰转头邀请九叔一起坐车回家吃顿便饭 结果遭到老人拒绝 九叔 我的马子还不错吧 叫九叔 我打叫你们 我想走走